大家好 我是五年中班 嫖虫家族谢坤佑 今天要为大家认账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书名是《兔宝宝 梦荒丽险记》 是关于一只叫兔宝宝的小兔子 兔宝宝是个十全十美的好宝宝 但是他有点不开心 因为妈妈总是限制他这个 又建议他那个 有时候他才跟同学戴眼袜一样 可以玩很多的电动玩具 也可以看很多的电视 有一天晚上 兔宝宝睡着了之后 来到了一个跟天堂一样的森林 听见有人在喊救命 兔宝宝立刻发现 河里有一只小白狗 于是他马上拿了一根长树枝 把小白狗遮上岸 原来小白狗是森林里的白狗精灵 他说 谢谢你 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你可以许一个愿望 于是兔宝宝就说 我想变成同学大眼娃 兔宝宝立刻变成同学大眼娃 也从森林里换到了一个 有一台大电视和一台电脑的房间 他看电视看到睡着 醒过来之后 又继续玩电脑玩到累了才休息 隔天 他到学校时黑板上的字 都看不清楚 最后只好到眼科医生那边做检查 最后因为要矫正闪光配上了眼镜 变成大眼娃的兔宝宝 很不习惯戴眼镜 因为有太多不方便的时候了 于是他回去找小白狗想避回原本的自己 但是小白狗却说 对不起 我已经给你一个冤枉了 我没办法再继续帮你了 小白狗说完就走了 然后兔宝宝就突然醒过来了 原来兔宝宝在做梦 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并决定以后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千万不要戴眼镜 一本很棒的书值得介绍给大家 以上是文明中班 小商家族习宝宝的介绍 欢迎大家来图书馆介绍这本书 小书图下次见